台大校长李四成对大学新鲜人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 支持大学生有目的的翘课 例如到欧洲撞游之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什么是有目的的翘课 会不会变成合理化翘课的借口呢 这节新闻话题我们连线请教华泛大学的校长 朱建明 朱校长 校长您好 主持人好 我回想如果说我大学的时候听到我的校长这样子讲 我想我应该会拍手叫好 不过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二十几年了 再听到这样的言论 我会想说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一般的大学校长老师们 还有孩子的家长们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呢 我想台大校长 毕竟是龙头大学的校长 所以每一次讲话都是洞见观瞻 大家都很注意 比如说谈到打工问题 敲课问题都会引起很多的讨论 不过我想李校长在讲的时候 是有一个脉络 是有他讲话的脉络 那并不是劝大家这个翘课 因为基本上翘课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名词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 这个学生 一般来还是要去上学 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 不能去到课堂里面呢 可能有一些原因 比如说他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呢 或有一些更重要的这个活动 他需要这个安排 那通常可以用请假的方式 所以其实现在的这种老师 大概都能够权衡 就是当你有更重要的活动 通常他会同意的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就是大陆有一些学生 现在在台湾呢 学习一个就是四个月 短期的这个到台湾来交换学生 那我就碰到一个苏州大学的学生 他上我的课 那他们一般来讲都蛮用功的 那有一天呢 突然跑来跟我讲说 老师我下个礼拜呢 想请假 那我一想说 你不是都很认真在读书吗 怎么要请假就问他 他说他想去骑自行车环岛旅行 那我一听就很好啊 我说你需要多少天呢 他说需要十天 所以会缺一次的课 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值得鼓励 那后来 十天结束之后 他也跟我聊了很久 就是他觉得 这十天对他认识台湾来讲 是非常的这个深刻 所以我觉得说 整个学生的活动 他是以学习为为目的 当有一些学习的机会 可能正好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必须要做一个安排 那通常可以用一个比较 这个请假 或用事先告知的方式 而不是用一种说 我就不来了 我就不 也不让老师知道 我就自我决定吧 那有的时候这种久而久之呢 会养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习惯 没错 对啊 所以这个如果说 我们今天真的来定义 这个所谓有目的的俏课 其实应该是师生之间 要对这个所谓的有目的 要先达到一个共识 不是说我学生自己认为 我这个是有目的的俏课 然后我就不见了 是 因为现在很多大学呢 就是会放任学生呢 就是说 比如说有些学校了 他就为了表示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呢 他就不点名 在不点名的情况之下 那个学生如果又缺乏自治力的话 对 他很可能就会因为懒惰 或因为他的时间管理 或甚至因为他可能睡晚了 没赶上车 诸如此类很多很多的理由呢 都会成为他不去上课的一个原因 那这样久而久之呢 其实会溢发使得他的自治力 更加的这个弱化 那 把这个整个很宝贵的青春岁月 就浪费掉了 其实是 很不好的 那 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们说学生呢 也许有他的一个责任 必须要懂得自治 但是我觉得 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的课堂本身呢 老师 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责任 也就是说 因为 过去 学习的管道很少 他必须要在教室里面学习 可是现代的学习管道太多 包括游学啦 像李四成校长举的这个欧洲壮游啦 甚至有很多目前校外的一些活动 那他都 这个是很可能 他提供的学习的资源 跟他的这种活泼性 都会远超过课堂里的这个教授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也要想一想看 就是 一方面我们是会希望劝学生 不要放弃 不要本末倒置 对 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要做老师的人 要自己去反省一下 是不是我们还是 承袭着旧有的那种方式 这个 可是事实上 现在学习的资源跟管道 已经太多了 那也就是说 当李四成教授讲的 这个所谓有目的的俏课 如果是成为一种正当化的时候 表示说有太多课堂外的学习机会 那表示这个整个学习形态开始改变 那是不是我们的教学形态也应该改变呢 这个是我从这个部分呢 这个特别提出的另外一个观点 是 校长像现在的大学校园里面 就是对于学生 教课的情形 老师还有就是说校规是怎么 已经是大概发展到什么样的规定 还有说 还有点名的制度吗 还是说随 随 随各个老师 他自己的 自己的决定 那还有没有说 比如说你今天缺课多少 然后就可能会被荡掉之类的 目前的学校的规定是怎么样的 目前是大部分的学校因为其实是比较要求点名的 要求每一个老师呢就是一定要重视学生的迟到缺矿课的情形 就非常重视学生这一块 那有比较少数的学校才是比较属于放任的 那就是以学生的自主跟自治为诉求 大部分的学校其实都是比较要求有一些课堂倒课的一个比例 当然每一个老师他还是会有不同的这个严格的程度 比如说以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里面 我是对于那个迟到跟 就是无故缺席 会比较严重 所以通常如果说学生比较高频率的就是翘课 那么他们通常会就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通常大概如果你想鼓励学生准时到 鼓励学生就是去上课的话呢 一方面当你本身你要让学生在课堂里面呢 能够觉得他学到东西 所以这个第一很关键的 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养成他一个良好的习惯 就透过这个所谓的分数 可能是一个必须的手段 就是不过这些都要事先告知了 在所有的评分准则 在课程大纲里面 都要让学生这个很清楚的知道这些东西 是 不过其实其实 有时候看一些课程 你也觉得说蛮现实的 就是可能有些老师的课 那学生就是非常喜欢上 然后堂堂都爆满这样子 那有些老师的课可能真的 学生就会觉得说上台真的很感觉到很无趣啊 或者像您刚刚讲就觉得 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就会就会 比较态度就比较轻忽一点 所以我想最后是不是请校长 您可以说一说 就是说我们站在老师的立场 你今天的课程要具备什么样的元素 其实你自动可以吸引学生来 他根本不会想要 他脑里面根本不会想要说 我要缺课这样子 对 因为以这个大学来讲 或任何学校其实都一样 学校就是一个学习的场域嘛 如果学校不能够提供很好的学习 事实上已经这个辜负了他本身的职责 所以一个学生如果说 在这种有很丰富学习资源的情况之下 他还本末倒置 他就是说跑去打工了 跑去这个游玩了 那是他的责任 那学校的责任 一定要把学校的这种教学资源呢 把它火化 那我自己其实有一个蛮有趣的经验 可以提供给 作为一个有趣的例子吧 我40年前在台大读书 那个时候有一门课叫 大一英语听讲实习 其实很无聊的课 就是戴着耳机那边学英语对话 可是有一天呢 那个老师突然跟我们讲说 今天呢 我不想让你们去讲英语听讲实习 我想请一个我的朋友 来跟你们讲一讲 他的一些这个创作的经验 我那时候才19岁 那我这个第一次在那个大一的课堂里面 听到一个文学家 他在讲述他的整个创作经验 这个课程是跟这个 这个课程跟这个文学是完全无关的 可是老师却提供这样一个机会 我后来一直记得这个人的名字 这个人叫做黄春明 非常有趣 他影响我很大 所以我觉得说 一个老师 其实你不一定要 把我的很本位的说 我的课程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有的时候你多提供一些学生的这种学习资源 这个音试利导课当机指点 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这种后果 我其实现在一直在很想念 也很感谢我那位老师 我其实他的音听的那个课程 对我有多大益处 我不晓得 但是那一种额外的那种教学资源的提供 很大的启发 其实很大的启发 而且其实现在的孩子自主性也比较强 那自我的意识也是比较强 所以其实就算说今天我们真的用 很强制的方式 其实也没有意思 因为他们可能到课堂上 他在他往桌子上面一趴 他睡好 你也拿他没办 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是说 我们制度上面只是说 让学生不要因为缺乏自制力 而浪费他的时间 但是老师在教室里面 更不应该浪费学生的时间 对老师可能如果在课程的设计上面 可以让他非常的有趣 非常吸引人的话 其实我觉得孩子们 他们也是会启发 他们就是很想学习的那种心情 是是是 虽然也就没有所谓 敲不敲课的问题了 对因为现在的学习方式 跟学习管道 跟这些老师 他们读书的时候 已经很不相同 对对对 所以已经不再是那一种 结构式的 是 理论性的 那种灌输式的 或者甚至所谓的演讲型的 对对对 可能都不再是学生能够 这个世代的学生所喜欢的 或者说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的 所以整个教学形态 学习形态的改变 其实是 我觉得是一个更重要的议题 对 谢谢 谢谢今天华藩大学校长 朱建明 朱校长 谢谢我们的访问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拜拜 拜拜 拜拜